看我说时间是让得紧的 嗯 说不打开呢 大家好我是桃子 四百里大家好我是老温宁和蜜 今天是2023年4月3号 我和蜜打算是明天回中国 不知不觉来这边三个月了 刚开始的时间感觉度日如年 但是到最后要走的几天感觉时间过得飞快 然后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之前我和蜜不是说答应说带哥跟嫂子去中国转一下玩一下嘛 现在哥跟嫂子的护照啊证件什么还没有办好 我们俩为什么要提前回去呢 所以今天的视频大家把这个来说一下 刚才那个岳父听到我们跟哥哥嫂子在说话 他现在也出来了 刚好出来就是也问一下 我们就是带哥哥嫂子去中国啊 然后爸爸有什么担心的或者要交代的这些 都可以跟我们也说一下嘛 那我们经历了 就跟现在说夭了 就是这些马 ¿因为我们很开心? 所以我们还是不开心? 我们学生的需要 care的或是想法 我们学生的需要 也有个人 所以我们学生的需要 我们学生的事 都很高端 所以我们学生的动物 牙牙 牙 牙牙 爸爸刚刚说的话 话就是我也挺懂了 然后再给爸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次带哥跟嫂子去 虽然说是去转一下玩一下 但是我也说过 到时间就是 也希望他们的自己去努力一点 去开开眼界 到时间能够去 我们那边就是真的能学点啥东西了 以后在老婆这边坐 确实有前途的 包括就是很多的粉丝 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意见 说怎么样过去弄 怎么能过去弄 那个能好一点 没事不用担心 爸说我们去肯定会 好的让他学不好 不会说给他去沾些不好的东西 对不对 行 刚才就是给哥哥嫂子 爸爸我们也说了很多 因为我们这个 就是没有等他们 齐天回去 确实给别人的一个感觉 是说什么情况 但是我们给他也交代清楚了 是因为什么原因 他们也很能理解 包括就是 嫂子的一个顾虑 想说的 想问的也都说清楚了 所以这样挺好 还有就是你看 爸爸也说了那么多 真的是 二行千里母担忧吧 可能哥哥嫂子去中国 虽然是一件好事 也比较开心 但是爸爸妈妈他们心里 还是有点顾虑的 就是像刚刚说的时候 去要学点好的 不能学点不好的 这就是真的是一个父母 对儿女的一个期盼 包括他们也知道去了以后 在我们中国可以去学点好的东西 对他们的以后 人生方面也会有一个改变的多 也挺好 嗯这样就是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反正我们今天要早点收拾东西 因为明天一早呢 我和蜜就要启程要回国了 可能等下个视频 估计都快中国跟老欧之间了 都从老欧回中国了 好分享到这了啊 大家喜欢我们的各位 点点关注点点赞 观看视频一定要去点赞评论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